转职困难 现在办证件也好不容易 新护证系统出包连连 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稳定 除了民众的抱怨不断之外 国安局长蔡德胜昨天在立法院指出 新护证系统承包商资托宏宇公司 把软体转包给大陆涉及了国家安全 行政院长江英华今天坦承他事前并不知情 并且承诺会在一个星期以内把事情调查清楚 国安局长蔡德胜10号指出 承包新护证系统的资托宏宇公司 把软体转包给大陆厂商 不过行政院长江一华表示 他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讯息 国安局局长知道这个转包的事情 江院长你本人知道吗 就我目前所知道呢 我们并没有接到国安局 就是关于刚刚委员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订契约的时候也是规定 资托宏宇公司是不能够再这个发包 就下包出去的 江一华承诺会再了解 也强调依规定不能发包给资托宏宇公司 不过立委还是认为当时担任内政部长的江一华也有责任 希望院长承诺 这跟你任内相当的这个案重要的案子有关 我不希望你一切推给我们已经离职的这个内政部的李部长 我们从来没有说 院长能不能承诺 推政系统的问题是前任李部长要负责 一个礼拜那你就负起责任 我们一定会在一个礼拜内调查 设计国安的事件还不止一桩 汉翔公司在去年采购到大陆的军品 被发现植入我国的IDF战机 立委认为今年打算民营化的汉翔 和国防部护踢皮球要逃避国会监督 国军的武器也可能被渗透 从护震系统到国防军备 国安事件层出不穷 看来行政部门对国家安全的把关 还需要多绷紧神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